所以你會干預事 干預人 要創造你想要的物 所以你變得很多元的束縛 這個時候你接受那個時間空間的條件 世尊在《華言經》裡面講 有的眾生是你現在可以度的 有的眾生是你成阿羅漢才能度的 有的眾生是你正到菩薩的正量才能度 有的眾生直到你成佛才度得起來 世尊不是說所有的眾生碰到他全部度完 對不對 誰最難度 你愛的人最難度 當然愛也包括愛自己 是吧 所以你要接受 我們來看大乘菩薩 你用清靜心去看世界所有的一切 叫法界緣起 緣起也就是菩薩 修行圓滿的契機 也就是眾生跟菩薩 結構法源的當下 你圓滿他 色用規體你用清靜去圓滿他 你能做到幾分 那就是菩薩一地一地的能力 眾生會不會很圓滿的去看你這個修行中的菩薩 會不會這樣 留給他 所謂很多人說世界上哪有圓滿的時候 因為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瑕疵 菩薩看到的都是清靜跟該圓滿的地方 都是無我而在色用規體 學習 因為不是佛 所以這一些模糊的東西 要藉由每一次這樣 清靜喔 清靜是不是圓滿就沒有 是不是絕跟形 解跟形 自己起的 是不是就是清靜 所以看事情跟做事情 跟你什麼樣的起心動念 是從這裡出發的呢 還是從這裡出發 你從哪個點出發 如果你知道畢竟空 但是你現在根層 還沒有辦法完全清 是不是如這個圖有一點模糊 都轉為清靜 不要怕人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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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傲人在想要聾 是傲人在想要聾 聾的人 正確有地匯的人 他沒想要聾 他只要要清靜而已 他根本就沒想說我要要聰明 因為聰明就在表達 根根層的認知而已 所以當是非出來的時候 修行所有一切 我們說真正就是要看到這個 畢竟空 剛剛只是畫一個模糊是代表啦 代表我們的清靜真人 中心其實就這樣 心經調講的差不多就這樣 講完了 你從哪裡下手 從這裡可以下手 從時間可以下手 這個上面的事項上面 先擺一遍 最主要就是什麼都得回去這個地方 心經就是這樣 什麼都回去這個地方 你只要回到這個地方 重新出發 你就不一樣 三世諸佛 從體起用 是不是 是不是從 你回到這個地方 再從這個地方 再出來 就不一樣 是不是就不一樣 如果你回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回到這個地方 外面的門就關起來了 因為外面都是虛都是假的 外面就關起來了 什麼都沒有 這叫黑洞 就是黑洞 不能使用 所以你藉由所有的一切 記得 不要在這上面 解釋太多啦 也不要一天在 捕風捉影的 一直去 批判這個事情的是非 因緣法 你永遠看不懂 它裡面哪個是因 哪個是緣 哪個是果 哪個是別人的起心動念 哪個是他的實相 哪個是過去 相欠些人 看得懂嗎 無法玩 所以在隨順因緣中 隨順十項因緣 就是清靜的 不執著的 接受的 無我的 空的 這樣去處理事情 而他利益的眾生 不是一個的 他是整體的 不要有一個以為假象式的 英雄或菩薩的像狀 更是虛幻 那個是自視他非 那個是一個虛幻的樣子 你沒有從這裡再出來 而是從這個地方就開始出來 不知道這是空 從這個地方 武運結構 是不是你一定會去干擾 干擾干預事情 這個答案就叫造作 你造作出來的外面的結構 不管什麼色澤 什麼樣的恩怨 都是叫造作的 你最後是不是都要猜 因為你這個彩色的樹 一定會跟別人的彩色樹 密合 得密合的 你絕對有一事再來猜 相信吧 那你說我都不結構 直到這個 那武運也給他空泛掉 這個都沒有 記得住黑洞在斷命 所以這個也不是 那個也不是 基礎上絕對要回來這個點 重新出法 那只是一個心路 所有的法門 都是最後 去懂這個 從這裡 不管你什麼法門 最後都是從這裡再出來 念佛是這樣啊 是喚醒自己的主人翁嗎 主人公是不是 學禪不是也是要側見本性嗎 所以不是本性 學法無益 太強調 很多人太強調自己的武運了 所有的電視劇都從這裡寫的 沒有這個寫不出劇情 所有的小說一定在描述這個 才會賺人眼淚 對不對 所有的戰爭 全部是為了這個 就是舊事項 這樣很清楚 那我們 開始心經 會講 我們從三輪來講 對不對 第一輪 就是在處理這個 不是外面的喔 第一輪就是在處理這個 你先看到這個怎麼 撥開它 撥脫 身心 現法王 就撥脫你身跟心 我們的清淨法神的現前 第一輪只講這個 先不講菩薩道 這樣可以 各位同學 剛剛所說的 就是要讓我們從人事物 世間的萬象裡面 把空的道理浮出來 把武運這個東西 弄明白 所以我們的下手處 就不再救世了 而這個事 要不要去圓滿它 要 但不是用 武運的角度去圓滿它 是在無我 平等 利一切大眾的角度 去圓滿它 而不是個別的強調一個我 這樣很明白 那這樣後面的課 比較好上 嚴禁菩提教育基金會 至成立以來 扶持佛法不遺餘力 為法輪長轉正法九助 敬邀社會大德 發心贊助 弘法經費 若蒙捐助善款 請會郵政化播帳戶 帳號 2271-8807 2271-8807 護名 財團法人 嚴禁菩提教育基金會 禁邀您 護持弘法 共轉法輪 歐彌佛 期待 一遍